許廷鏗Alfred 到電台宣傳新歌Negative 透露現在正在忙於籌備新唱片 希望歌曲有治療的作用 讓大家可以釋放負能量 Alfred 亦有分享自己的減壓方式 一直以來都是靠找朋友 出門靠朋友 去跟他們大家聊一下 有時候會好一點 我反而在自己家裡時 我自己的做法都是聽歌 原來現在就少有機會出外唱歌給大家聽 反而對於回家聽歌這件事沒有那麼抗拒 因為之前就覺得好像經常都在做事 出街唱歌回家就去聽歌 好像有點累積 但最近反而多了時間去聽歌 吸收了一些新的音樂 最近在家裡的時間多了 Alfred 的體重亦都增加了 結果被粉絲投訴他變胖了 前一個禮拜覺得很爽的 可以飲食 又好像不用出去做健身 又不用做運動 是爽的 但這個爽是有代價的 有肥度的 但最近都節制了一些 因為都要出來宣傳 那些人說的 都要跟網上去做運動 但其實我常常都 在飲食上都有些新的竅門 近來就愛上了納豆 可能有些朋友就不太明白這件事 不太認識為何會喜歡吃這麼臭的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其實一點都不臭 而且還挺健康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可以在網上公開一下我的食用方法